OK 那么导数我们讲差不多了 下面来讲讲积分 积分其实和求导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过程 所以其实你知道求导的话 积分理解起来会非常容易 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求导的时候 干的是一件什么事 比如说我们求x三次方导数 就是dx三次方 比较dx 我们想求就是他得多少 我们想找这个问号是多少 这个问号其实可以求出来 问号应该是等于 这个3的x平方 对吧 这个是根据我们的导数公式嘛 dxn比上dx 等于n倍的xn减1嘛 对吧 这么个东西 然后呢 积分就是和它完全相反的一个过程 积分要干的是什么事呢 就什么东西的导数 等于3x平方 干的是这么一件事 那么这里边的问号应该得啥呢 那你很容易 其实从上面这个过程 我们知道这个x三次方 肯定是符合要求的 对吧 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还是符合要求呢 其实是有的 仅任何加上一个常数c 都是符合要求的 就是说都是 你加上任何一个常数c之后 它的导数仍然是3x平方 这个你要不信的话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比如说dx三次方加c 变成dx 它的导数 它导数可以变成两部分 dx三次方 dx 对吧 加上dc 给dx 后面这块是0 对吧 因为常数的导数就是0嘛 因为dc本身 常数它不会发生变化 这块是0 剩下的呢就是3x方 所以果然验证了我们这个 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就是说 我们要找某个东西 它导数的3x平方 那么这种函数其实不止一个 它有很多 你可以找出吸入任何一个 然后再加上一个常数c就可以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我们显然不能总是这么写 对吧 我们给它用一个比较正规的数学语言 用积分号3x方 dx来表示 这对表示的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导数等于3x方的函数 就可以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那么它应该等于x三次方 加上c对吧 c是任何一个常数 OK 那么我们把这种东西叫做不定积分 这个叫不定积分 因为这个积分号的上下没有数 对吧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我们以前求的这些积分 01对吧 就是上下都有数 再往上的话 我们看这个 0h都有数 对吧 这种呢 有数的话叫做定积分 没有数叫不定积分 比如说我们也给它加俩数 加上比如说1到2吧 积分 3x方 dx对吧 那等于什么呢 这个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2 把2带到里边 对吧 3的 2的三次方 加c对吧 再减去把1 带到这里边 带到这里边 变成1的三次方 加c 那么应该是8减1 也就是7 对吧 也就是7 那么这种积分呢 就叫做定积分 定积分 那么一般呢 这种东西 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形式 我们把它写成 x三次方加c 后面画个竖线 然后呢 下面写1 上面写2 这意思就是把2 先带进去 然后再减去 把1带进去 对吧 就这意思 那么然后呢 我们 做一些简单的练习吧 其实我们说 因为求导和积分 是完全相反的过程嘛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 求导的公式很熟的话 其实积分也应该 一些简单的积分 没什么问题 就是把这个反过来嘛 比如说我们说 要求一个 对x 对cosx求导 积分 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这是个不定积分 它的意思就是说 什么东西 它的导数等于cosx呢 我们说 应该是sinx 别忘了 加上任何一个常数c 那么我们 再求一个稍微复杂一点 比如对2x加1 进行积分 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它的意思就是 什么东西 它的导数 应该等于2x加1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 先对2x进行积分 再对1进行积分 那么这块的意思就是 什么东西的导数 积分等于2x呢 我们说这个应该是x放 对吧 加上c 这个呢 这个呢 应该是 等于什么呀 x的 我们这个用ce来表示吧 就是表示第一个常数 那么这个应该是x加上cr 表示第二个常数 那么就是x平方 加上x加上ce加上cr 对吧 那么ce和cr是两个任意的常数 对吧 其实加到一起 还是一个常数 因此呢 我们就同意的把它擦掉 把它用一个c来表示 就可以了 就你看这个 积分也求出来了 当然这个 这两个练习就是太简单了 那么我们后面会介绍一些 这个更多的技巧 来看一看 这个积分来怎么计算